哈囉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全時收看 股市QNR的節目 我是QNR美姐 今天的盤勢真的很折磨人 今天是開低 但是澳造盤有跌幅收斂 最終還是一樣修正下來了 中場下跌了將近200點 下跌179點 收在22879 那在今天行情裡面 跌多漲少 那我們如果說看一下 近期的盤勢 你如果每天都有收看 美姐節目的朋友 你就知道 美姐不是說看漲 說漲 看跌 說跌 也不是說死多頭 死空頭 在這一天 6月19號的那一天 你如果有看我節目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 當天是收長紅K 代量收長紅K 當然大家應該都覺得很樂觀 對不對 很樂觀的當下 美姐跟大家講 後續的行情 就會走向一個區間震盪 為什麼 因為短線上它的歸離 已經過大了 它指數距離月線的歸離 高達了6% 距離月線的歸離 高達了8% 所以暫時間 暫短時間 會做一個橫向的震盪 那麼在這一天的修正 有沒有 大家很害怕 很恐慌對不對 6月24號的修正 我跟大家怎麼講 我直接標題就給他 正常的能量釋放 正常的能量釋放 後續的盤勢依然是橫向 那到今天為止 就是這麼走 就是這麼走 當然我不是要告訴你做指數 你指數看對 你股票買錯 你還是一樣賺不到錢 我知道 大家喜歡看著新聞 喜歡看著媒體做股票 但是面對於這樣子 橫向整理的盤勢 美景的看法就是一樣的 面對現在的盤勢 你最忌諱的就是追高 你最忌諱的就是追高 但是你可以逢回的去低階 逢回的去低階 那我相信你都在看新聞做股票 很多人都在看新聞做股票 但是你如果都在看新聞做股票 你昨天節目有看的 你會知道 這是上禮拜的新聞 週末的新聞 SCFI連時二漲 連時二漲 大家又有開始那種 哇 漲翻天了 那是不是航海王又要風雲再起 那一種那一種念頭 可是我們如果看一下指標 貨櫃三雄 二零三長榮有漲嗎 好 我們應該舉一個 舉K線圖來看 我們應該舉K線圖來看好了 長榮 還在季線底下嗎 但是六月二十九號 應該反映的是七月一號吧 對不對 七月一號你如果去追 你如果今天再去追 好 你有嘗到甜頭嗎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二六零三的長榮 他還是一樣 在基線之下 那除了長榮以外呢 你也知道陽明 二六零九的陽明 還是一樣 他有動嗎 應該說他沒有跌 那假設沒有跌 那請問你有賺到錢嗎 所以你看新聞 新聞寫斗大的標題 你想了 你看這個邏輯 你也知道說 這個穩賺 運價長 他一定受賄 但是你看股價 就是這個樣子 那二六一五的望海 也是一樣啊 在月線底下 他有動嗎 他有動嗎 那另外 訊星 你看一看這個日期 六月二十八號 六月二十八號是哪時候 上個禮拜五 那六月二十五號 你看喔 強攻矽光子商機 那不是很夯嗎 好 那我們看六四五 訊星KY 你看到的新聞的日期 會在六月二十八號 那六月二十八號呢 不就是上週五嗎 但是呢 你如果去追 你如果去搶 請問 請問誰是韭菜 很多人都喜歡說 每次買股價當 都變成韭菜 就是因為你用到 錯誤的模式嘛 你如果買在 六月二十八號這一天 或者是你買在 昨天的開盤 你有嘗到甜頭嗎 甚至在今天 好 那我們可以說 大盤不好嘛 大盤跌這麼多 對不對 又跌了一百七十多點 那當然 理所當然 它可能就是利多沒有實現 利多沒有反應到 那我們看到 訊星KY 你剛剛看到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在這樣的行情裡面 還是有漲的股票 還是有漲停板的股票 當然 我不是要跟你講 漲停板的股票 就要去追 美姐自然裡面 沒有追價這兩個字 那你想想看 當利多連發 不管是貨櫃 貨櫃三雄 海運 甚至是 你剛剛看到的訊星KY 強攻細光子 但是股價卻不漲 你有沒有想過 你要換個操作模式 所以美姐一直跟大家 講一個觀念 叫做雙高操作策略 雙高操作策略 我不否認訊星KY是好股票 我不否認 但是問題是 你想想看 當你看到新聞的時候 它已經是 創高的一個格局了 它已經是創高的格局了 再來 你在這邊去追價 我跟你說 我自然裡面 就是沒有追價這兩個字 為什麼 為什麼呢 你一檔 我當然我也有可能錯過股票 但是 很多股票 我們上次過一個公司 加起來1800多檔股票 我沒有辦法去找下一檔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好股票 你如果去追高 你的風險就是 假設你看到新聞去做 你的風險就是這三根 這三根 超過10%了吧 超過10%了吧 對不對 所以 低階才能夠獲利高 是不是這樣子 你為了去搶 想說今天 看看會不會是 能不能做的當衝 做的隔日衝 為了去搶那幾%的空間 但是你 必須要忍受 它震盪的風險 所以那低階 才能獲利高 如何低階 你看我測標就知道了 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成的陷阱啊 你想想看 假設是迅信KY 你就算是布局在這一天 這天為什麼不能布局 整理過後 突破帶量 均線都糾結喔 那後面是有空間的 後面是有空間的 但是他已經漲到這邊 你放力多 但是他卻修正下來 放力多你才去追 你跟這邊的架差是差幾% 你自己想想看 所以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搶得先機 你如果追在高檔的位置 那麼接下來 當他震盪 我沒有說他後面不會再漲 但是當他震盪過程當中 你有可能就被洗掉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今天很強 今天很強 大家現在在討論 關於電的問題 這電的問題 每集上個禮拜 就都跟大家講了 那但是呢 大家眼裡都只有 有亮燈的才算是股票 大家眼裡都只有 有亮燈才算是股票嘛 比方說 6443的元金 今天漲停 今天漲停 我不是跟你說我有喔 然後呢 6244的茂迪 還是漲停喔 6477的安吉 YA 也是漲停 我知道現在天氣很熱 電真的是必須的 但是呢 我鎖定的 我鎖定的是受電的族群 等一下我講給大家聽 那你看他這個太陽能光 那會輝達 現在呢 除了天氣熱 大家需要吹冷氣 然後大家需要電 民生用電以外 各家大廠都要來台設 資料中心 包括輝達 輝達蘋果 亞馬遜 甚至Google 都要來 那你想想看 你台東高溫40 前幾天高溫40度 41度 就像我們在北區 30幾度 我們大家都很受不了 都很受不了 大家要節電 要節電 但是政府說台灣不缺電 但是你必須要 大家都要知道 大家都需要電 所以為什麼上個禮拜 我跟大家講 電這個部分 真的是後面必須要的 必須要的 那你想想看 民生用電 就已經很重要了 那再來資料中心 這些資料中心 他們能夠忍受得了斷電 或者是缺電嗎 絕對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你看亞馬遜 我講的 亞馬遜Google 蘋果 都要來台設資料中心 那資料中心的需求 我把它細分為兩種 第一種叫做 必須要充足的電力 你剛剛看到的 圓金 鞍吉 帽底等等 這些都是做太陽能模板 它是 做新能源 太陽能 太陽能的 對不對 那它能夠供電 當然 美姐呢 看到的其實最重要 是受電的族群 美姐當然不是說 你眼裡就漲停 或者是這些漲停 就是我的功勞 我跟你說 我的看法 就是一致的 太陽能 太陽能 這些模組 台灣有那麼多地 可以去建這些東西嗎 你有沒有想過 所以它長的是一時的題材 它長的是一時的題材 所以呢 你在上個禮拜 也是有類似的情況 你如果去追加 丫鬟 你可能已經被嚇跑了 對不對 雖然今天創高 但是不歸我的功勞 我不會去跟大家講 但是美姐鎖定的是什麼 鎖定的是受電的族群 如果你要有充足的電力 我認為 看的不是今天漲停的 那些太陽能模組版 而是 關於受電 關於受電 另外呢 充足 假設你有電 你也要 你也要 能夠有 有把握 就是說 能夠有 穩定的供電 那這 哪些會受惠 就是 強韌電網計劃 那強韌電網計劃 我相信不用多說 大家 大概都知道 就是哪一些指標 好 你如果不知道第一天看我節目的話 我跟你講就是 華城 現在他雖然呢 還在關緊閉 但是 雖然沒什麼動 這原因是怎樣 他在關緊閉 但是呢 我跟大家講 他在 禮拜四 就是 關緊閉 最後一天 7月5號 他就出關了 出關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他雖然關緊閉 他還是 感覺 關都關不住 關都關不住 所以 強韌電網計劃 強韌電網計劃 我們從華城 就可以知道 這個後續 絕對還有來頭的 所以資料中心的需求 我們要劃分為兩個 第一個就是 充足的電力 我看好 受電族群 第二個就是 穩定的供電 我看好強韌電網 再來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受電族群 就是充足的電力 我是不是都跟大家講 我鎖定的 我鎖定的 就是一檔 叫做 6869的雲爆能源 6869的雲爆能源 我相信現在很少人 跟你講 因為大家都沒有了 對不對 大家都沒有了 對不對 也許 過去有人在那邊跟你講 但現在大家就只能 只能敘述 那美姐是實戰的 6月20號 6月20號當天 我跟大家講好股票 你唯有領先不舉 才能搶得先機 6月20號當天 我在開盤的9點11分 我就帶領會員 進場去買進 進場去買進 這邊都有訊息 那在我們前幾天的節目當中 我都會一一的跟大家做驗證 如果你第一天看我節目 或者是你昨天錯過節目的朋友 6月20號 你忘記的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6月20號當天 我們是怎麼樣 跟在節目上面跟大家分享 6869的雲爆能源 我們進6月20號的VCR 6869的雲爆能源 6869的雲爆能源 張庭 你可能很少看到美姐 在跟你在節目上面看 張庭的股票 她今天上市第一天 從創新版上 轉上市第一天 她是號稱 能源界的波克夏 那張庭你買不到嘛 但是呢 其實我就跟大家講了 你如果你先跟著美姐的腳步 你會買在9點11分 你會買在9點11分 這都是訊息 是不是這樣子 你如果買在9點11分 你後面 根本一點 都不用擔心啊 別人在幫你抬交 別人在排隊 你在那邊等著人家抬 是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最重點是大家都想到說 這種漲停板 漲停板的個股 漲到你會怕 什麼個股漲到你會怕 每天漲停板 一沒有漲停 大家跑得像 趙拉筊的有沒有 趙拉筊的對不對 是不是趙拉筊的 6月25號 我在當天的節目 我還是要照跟她講 隔天呢 直接在強攻漲停 這一天賣掉人 代量 代量喔 有些人甚至不只賣掉 還去放空 還去放空 美姐就是抱住 美姐就抱住 這就領先不只 你有多一個選擇權 我可以掌握更多 我不怕震盪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在6月20號 當天買了之後 你知道嗎 收盤後 盤後 你就看到 接到輝打的單 輝打要跟她買電 對不對 雲爆能源 縱使雲爆能源 6月26號的時候 虧損0.08 美姐告訴你 美姐一張都沒有賣 當你在想著要跑 你想著要放空的時候 美姐一張都沒有賣 我是不是在節目當中 公開跟大家分享 6869的雲爆能源 鐵證如山 看圖你可能沒有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 6月26號當天 美姐是怎麼樣 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 雲爆能源的操作 我們進VCR 你如果當天一開盤 你就買 你後面是 根本就是 你不用在那邊排隊卡位 然後到昨天 掌停打開 拼命想要賣 這巨量是怎樣 換手量 美姐可以掛保證 只要 你有收到我訊息 你有 接到 我訊息的 買進訊息的朋友 昨天我是一張都沒有賣 全國的觀眾朋友們 全部幫我做見證 不只全國的觀眾朋友們 全國的會員朋友們 都可以幫美姐做見證 美姐是一張沒有賣 以前人家說 海運一張不賣 其實是來 但是美姐 雲爆能源 我就是確實一張不賣 其實也是來 對不對 關也關不住 關景必要怎樣 到現在已經90%了 90%了 擠跟掌停不用數了 已經有百元價差了 到今天雲爆能源 已經來到多少 270 270 我們已經超過百元價差 這花了多少時間 不過8天 不過8天而已 那另外後續 綠電發展絕對是未來趨勢 那我認為他心股上是籌碼乾淨 但是重點是 今天空單開始投降 問題是還有1800張 所以美姐依然是續報 那大家這張圖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是法拉利 我跟你講 他0到100加速只要3秒鐘 能源界的法拉利是哪一檔 這一支是山豹 我就跟大家講雲爆 6869雲爆 他0到100加速也是3秒 所以他號稱是能源界 人家說的能源界波克夏 美姐看他就是能源界的法拉利 是不是 那7月還有什麼題材 7月還有什麼題材 我們留著下一段再跟大家分享 美姐是鎖定這些穩健的供電 那唯有領先布局才能搶的先機 如果你永遠都跟在美姐後面追加 你有沒有想過 一開始跟上美姐腳步是不是最穩健 想要領先布局 找美姐就對了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留意什麼 我們在下一段廣告時間 廣告時間回來之後 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想要領先布局的 歡迎利用廣告時間 跟現在這裡的人掐詢 我們休息一下 今晚告待會回來 7月的題材有哪些 剛剛跟大家講到 關於受電的部分 那重電 重電 夏天最熱的時候 重電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華晨這個禮拜五 就直接出關活崩亂掉了 那我認為 大家可以留意這檔2371的大同 雖然今天是修正 但是你看它的量 量能是縮到極致 它這個整體的格局就這樣子 每次下跌的時候量縮到極致 後面就還有細 那以它的形態來看 這檔個股在修正過後 沒有量 等待 等待量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還有機會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關於這個月底 7月25號 亞洲生技大展 關於生技族群 7月25號開跑 那生技族群 大概有分成這些類 這些類別 我時間不夠 沒有辦法一一個 跟大家做介紹 那麼生技族群 大家如果錯過了雲爆能源 錯過了能源界的法拉利 那你生技族群 在7月份 7月底要表 如果說要展開 那麼你是要提前卡位 你要怎麼樣提前卡位 生技族群要怎麼樣掌握 來 加入美姐Lite 小小鼠QQ208 加Lite之後 別忘了做一件事情 就是留言 留言725 加你的聯絡方式 美姐跟你做分享 分享什麼 生技族的操作策略 生技族如何掌握 加Lite留言 725加聯絡方式 那從過去以來 我們的好股接力賽 你有沒有發現 你如果都鎖定美姐的節目 你是美姐的老朋友的話 你就會知道中芯店 我們記中芯店之後 街棒大雅76% 再街棒南港42% 再街棒玉玉金光42% 在街棒現在的雲爆能源 這個助理代號又打錯了 雲爆能源 6869雲爆能源 8天90% 現在已經是 還在進行事 那麼下一檔呢 你要掌握什麼 這一檔 我認為 麻雀變鳳凰 他現在 你看不起他 你覺得他是麻雀 你覺得他很小 你覺得他不會動 但是你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搶得先機 現在沒有人跟你搶 你沒有必要去跟別人搶 庫存區劃已經完成了 然後呢 營運方面 他已經領先 逐漸的向上 再來 機器人的 機器人的方面 他是不可或缺的 不可或缺的 所以你如果錯過了 我們過去一檔接一檔的 錯過雙星鏈 大雅南港 玉金光 雲爆能源 那麼你要去錯過這一檔嗎 麻雀變鳳凰嗎 來 跟你講 領先布局才能搶得先機 不要每次都事後 跟在美姐的後面追駕 如果你永遠 都是莫名其妙 不知不覺跟在美姐後面追駕 那你們講過 一開始就跟上美姐的腳步呢 那你想要領先布局 其實找對的人 找美姐就對了 歡迎你利用廣告時間 跟線上助理人員洽詢 最後祝大家 每天都可以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有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从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从参考